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2022年1月29日 星期六只遮了10點20分 哇!這件事真是拗頭 這件事真是拗頭 不會吧!吹水吹過龍 這個的衛安 這個的尖沙咀 金巴里道 現在只遮了10點20分 那還沒有人,我經常走上福臨門 我愛母他們吃飯 對你老婆的人要好一點 OK,我有一個全世界最好的愛母 經常來這裡吃飯吃飯 我經常來這個衛康 這個衛康欠購5億 我昨天收到訪問了,成交了 如果你有加入我的Private Chat一個list的時候 我昨天都通知了,我都覺得很離譜 不是呀,不會呀 是不是連大抽旁邊,我都搞不清楚 因為消息很亂,我不是很肯定 用雙腳,我還沒有圖欠在手 整個門面包在圍牆的時候 就80呎左右 只是衛康大概是22呎左右 不合理的 如果你說衛康只有22呎 八千多呎的時候 就不合理的 總之你應該要包在旁邊 純粹說建築面積的八千多呎 八千八百五十一呎 這個門面就大概是80呎左右 80呎左右就不合理的 那邊就向美麗華方向 那邊就向俄士甸路那邊 就是公廁的位置 那邊就說的是這一間 好,另一邊給你看這個圖欠仔 上面就是福林門 看著就是這間的衛康 和你轉運庫的環境 這個就是福林門 如果你記得的時候 我和你說過福林門 就說1.8億成交過 就是那個賣家 就是那個金李鋒的朱利月華等人 那九一年買進來 就說的是八千七百萬 這個整間福林門的時候 我們就說過 福林門就說的是1.8億 所以就說樓上福林門的時候 就說的是一萬四千五百四十二呎 那呎價就是一萬二千三百幾元 那這個就是福林門 那向那邊方向的時候 就說的是那個公廁位 地址 轉右的時候就是這個天文台島 然後就出去了 然後就簽了最後過海 那向那邊就是美納華方向 那這次說的是五億成交 我也搞不清楚是誰打誰 但是總之我看報紙這樣說的時候 昨天收到封說的是這個維康 這個維康八千多呎 但是 因為是否包括旁邊這一道呢 我不是最肯定 我不是很肯定 是否整九個呢 應該才是五億呢 如果只是維康這家 五億就騙案了 沒有犯罪 我可能不知道是誰買的 但是不是這個 應該不是這間 應該包在旁邊 我猜應該包在旁邊 應該包在旁邊 所以現在 那麼就看到裡面了 那麼我問整個大廈 那這邊呢 這個就是福林門 福林門 我經常都來這個維康 經常買東西 放下不少錢了 裡面不用看的了 你知道大概是這樣 就是這個樣子 欸 不用了 你進來的時候 帶你看看進去走個圈 用對腳 我還沒有圖鑽在手 整個門面包在圍牆 這裡的時候 就80呎左右 只是維康大概是22呎左右 但是不合理 如果你說只是維康22呎 八千多呎的時候 就不合理 總之應該包在旁邊 應該包在旁邊 如果建築面積的八千多呎 八千八百五十一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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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的門面的時候 就大概是80呎左右 80呎左右 那80呎左右 就不合理 因為你八千多呎 你打個七次使用面積 那麼深的時候 就對了 應該包在旁邊 所以這個應該是維康 就再加上旁邊這個位 才會合理 如果純粹是維康 就完全不合理 所以我不敢亂給分 就是因為始終沒有淘汰 走的時候 還有究竟租值是多少 這些我搞不清楚 還有市場的消息很亂 旁想亂給分的時候 突然搞亂了他的成交 買得五億的 就知道大哥很厲害 等一下找我算帳 就不太好了 自己就OK了 這麼豐面的時候 尖沙咀 整個如果全地鎖這麼大 那麼 樓上福利門都一億八了 那麼地鎖五億 就不過份了 不過份了 不過份了 馬上馬上不過份了 那就開始明白了 如果純粹是維康 我就完全爭吵 好了 各位麥家 好 我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